我跟她现在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但是呢就是由于她生活在大家庭姊妹比较多 所以她大家庭给我们造成的小家庭的矛盾呢也非常的大 从结婚到生孩子到顾前为止 她作为就是我和她大家庭的协调人 应该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好 但是她现在呢却没有协调好 就好像是一个偏平 我跟她之间呢在这个平衡点现在已经失调了 如果现在再不解决问题的话 将来我不知道我的婚姻何去何从 看来妻子对丈夫有些抱怨 似乎这个男人呢没有协调好 妻子和自己背后大家庭之间的问题 来认识一下有些困惑的两位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39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梁女士38岁来自辽宁也是一名工人 有请有请两位 对丈夫有些不满 是的 你们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结婚16年了 在这16年里呢 我跟她也可以说走过风风雨雨吧 但是呢 她在我和她这个大家庭中呢 她忽略了我们母女 无论任何事情她都偏向她那个大家庭 然后来说啊你作为媳妇你必须忍 她说这个事情吧 有些事情不是说像她说那个样子的 她老认为我这个像个家里边不像个小家庭 对我来说我哪边也没偏袒 你总是这么说 咱们不说远的 咱们就说近的 近年初的时候 你弟弟说买房子 然后给二老住 他拿钱 那他为什么超我接钱呢 接钱这个事 首先我兄弟吧 条件也不这么特好 对不对 你钱不够 所以跟我说一声 这很正常 咱们拿钱很正常点 对 不正常 我怎么没听懂啊 这爸妈要住楼房 你们哥俩都拿钱就完了 干嘛弟弟拿钱还跟你借呀 是这样的 我小叔子跟我婆婆是这么说的 说妈我买房子 孝敬您二老 但是呢 他呢 超我接钱 超我接钱也行 小叔子你跟我说 对吧 但是呢 是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钱呢 你看你得拿 就好像这钱我不借不行 如果说你兄弟俩买房子 我也认 毕竟就是说 有我一份孝敬在里头 但现在呢 孝敬没有我的 所以说呢 孝敬没你的钱还得拿 对呀 所以他说这个事吧 是老人买房子吧 我的爸爸妈妈 在楼村住着 冬天吧 就清了 然后就做个楼房 我是个儿子 我拿钱 要不然我是应该的 他说你给你兄弟拿钱的 你就写个戒条 我和我兄弟从小长大 感情相当好 写个戒条 那彼此之间 这兄弟怎么办 那这钱你到底要不要 你兄弟还吗 他要他就还呗 但是也不懂 你听你听 你媳妇就担心这个 可是为什么要还呢 你不是说给爹妈买的吗 但是那个 我小叔子说是 他出钱买房子 给爹妈住 名字写谁的 名字当然是写我小叔子的了 如果要是说 写我小叔子和我爱人的名字 那我拿钱我理所应当 孝敬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